我们的家庭教育呢 人的问题养育更为重要 而且它是第一个台阶 那么这个心理发展的路径 我刚才也提到了 我把它划分这样四个台阶 这四个台阶呢 首先是情感 情感呢 是在他完全不能动的情况下 每一次呼喊 你对他的照顾到不到位 当你照顾到位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的反应呢 他会记住你的气味 记住你的声音 然后记住你的相貌 当他从四个月到半岁开始 任人的现象出现 这时候依恋关系就形成 而这个依恋就是情感最初的起点 也就是一对一对一个人的情感 当他这种情感得到满足 他就对外界建立了信任 这个信任得到满足 他就可以在这基础上扩展到亲情 以后是伙伴情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 这实际上就是人性的核心问题 那么第二个阶段 三到六岁 三到六岁也是性格 这个性格是重点 那么什么是性格 我们知道这是后天的人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建立的关键期 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有第一次 比如说我要 要一个东西 必须是父母来满足 那么怎么去要 当一个孩子以哭闹的方式 父母给了满足 那这是一种性格方式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你能够说话了 你要说出来 说的时候我要告诉你 我为什么能够满足 为什么不能满足 那么这个三岁上下说不行 以及我们做一系列的性格培养 这是非常重要 比如我研究未成年犯罪 发现很多在十五六岁的孩子 父母已经拿他没有办法 用父母父亲的话讲 我劝过他 我说过他 我打过他 我骂过他 但是我说他还是不听 我拿他没有办法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在六岁之前 对他说不行 六岁之前说不行 他大不了在地下打滚 可是你等十二岁再说不行 他可以拔腿离家出走 他可以把一瓶农药喝下去 他可以扒着楼房说 你不答应我 我就跳楼 因此性格培养 必须在越早越好 也就是说在他六岁之前 在他反抗能力非常少的情况下 给他建立行为模式 那么这个过程呢 在给他建立行为模式过程当中 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那么观念实际上也在同时形成 观念呢 我认为它也是一种养育的心理现象 它不是教育的心理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讲很多的知识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 但是观念不是 观念就一件事 这件事上你的反应得当 这个孩子就会形成 这个是行不行 这是对 还是不对 但如果你当时没有制止他 他一旦这种行为出现重复 那么我们知道 重复三次之后是什么结果 就会形成我们心理学上叫定势 定势包括知觉定势 思维定势 还有一个行为定势 那么行为定势 我们都知道是习惯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在知觉上 在思维上也会有定势 其实自私 就是一种社会行为的定势 只不过它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所以三岁之前的养育 也就是说我们随势而就的指证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陪伴 所以孩子在早年 他的陪伴极为重要 那么到六岁开始我们上学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家庭把前两个问题做好 而且你对他有心理影响力 那么你在后面 很重要一点 就是建立他好的学习习惯 那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认识到 人是有个性的 而个性当中最最重要的是 有一部分来自于遗传 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后天 那么其中智力的相当一部分 是取决于遗传 而技能方面的东西才是后天 所以昨天我和一些同志在交流 我还在讲 这个智力这东西是天生的 当你发现孩子在某个方面 学习不占优势的时候 你就要去研究 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优势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很多家长现在一个误区 就是常常对孩子讲 别人为什么能考一百分 你为什么考不了 别人为什么能学得那么好 你为什么学不好 其实我认为这个实际上 是涉及到孩子能力问题 因此对于能力问题 恰恰是要甄别他的个性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帮助孩子 找到他的能力的特长 你找到他能力的特长 实际上就帮他找到了 自我的价值 这个价值就是他今后 在社会中的一个定位 所以这是孩子第三个阶段 那么当你这三个阶段做好 18岁之后 这个孩子基本他的认知也成熟了 他是可以通过认知调整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修养 修养很多是靠自己来修的 那么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也是一种在社会活动当中 去如何修养自己 这是我谈到的这个心理发展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养育和教育 他们的关系 其中前两个全在养的过程 育 而后两个才是教 包括自我的一种成熟 那么养育呢 我在这里概括这样几点 首先是父母辛苦的付出 是积累教育他的资本 我们现在经常谈到心理资本 我认为真正的心理资本 是早年父母在辛苦养育 亲自养育之中 获得对孩子的控制力 这个控制力就是心理资本 然后养育呢 还需要稳定的一对一的关系 如果孩子早年没有形成好的 一恋关系 它会形成他很多潜在的心理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依恋关系是孩子放松自我 也就是说他在内脏非常放松 同时他对周围的一种信任的依托 如果他早年没有形成好的依恋关系 到成年甚至会出现焦虑紧张 甚至抑郁的问题 那么第三呢 养育还是人性被唤醒的过程 我们在研究犯罪当中 发现那些杀人不眨眼的 或者非常可怕的冷酷的犯罪 比如说我研究了一些系列杀人的案犯 你都会发现他很不幸 他从小没有被人疼过 没有被人爱过 所以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如果小的时候 没有被人善待过 你就不要指望他成年之后 他善待这个社会 那么一个犯罪人到他成年 那我们任何人碰到他都是灾难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人的早年 把他的这个抚养过程 尤其情感性格 这些问题要做到位 那么所以养和育其中三年的陪伴极为重要 昨天我们的这个会议主题也提到了 陪伴孩子成长 以孩子一起成长 所以我讲这个过程 我们要呼吁我们社会 什么呢 就是孩子一定要亲自抚养 要不你就不要生 你要生你就要明白 人这一生 他的关键期应该是在六岁之前排第一位的 然后十八岁之内 所以我在这里概括几个观点 就是三年之内有恩于他 然后你才能立威于他 也就是说情感抚养是有恩于他 性格培养是立威于他 因为性格是建立行为模式 而行为只要是模式是方式 大家知道就有规和句 就是这个规矩呢 实际上是我们到成年之后法律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人守不守法 实际上在早年他家庭当中教育他 有没有规矩 那么成长呢 还需要这个规范以及观念 这是我们古人讲的一些话 如果早年你不给他立规矩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这一切都需要在六岁之前完成 所以六岁之前的努力呢 让人受益一生 那么他如果我们把它抚养到位 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不要来